哈囉大家好,我是紅帳機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白雪的沐浴露跟洗面乳 那這次是我第一次用影片的方式 就是拍洗澡 就我現在有點緊張 然後又有點興奮 這個品牌我覺得應該蠻多人都知道了 因為它在台灣已經有60年以上的歷史了 那他們家從2003年開始就開始投入研發環保產品 對我來講我覺得減少對地球的負擔 都是值得被支持的事情 因為畢竟地球只有一顆嘛 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要認真好好的愛護它 那我先跟大家說一下這支裸沐浴系列的裸沐浴露 那這個系列呢 總共有出四款香味 總共有迷迭香氛 還有紫羅蘭鏈 還有海洋旭雨 跟尤加利峰 那我這款呢是迷迭香氛 你把它轉開或是擠出來啊 就能聞到濃濃的迷迭香味 就我現在把它這樣子轉開 就有濃濃的迷迭香味 如果你是喜歡迷迭香的人啊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款 這裡面有含八種植物油跟植物精脆 還有80%的植物萃取 跟昆斯蘭堅果油 還有乳木果油 跟尤加利金油 還有迷迭香精油 另外白雪這次啊 還出了這款白雪洗面乳 那這款呢 總共有出兩款 一款是火力柑橘 另外一款是清新花韻 那我這款呢是火力柑橘 主要是針對深層清潔做加強 那另外一款呢 是針對保濕做加強的 那我打開啊 就聞到就是濃濃的柑橘味 它這個柑橘味啊 是很清爽很清新的柑橘味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這個香味啊 我個人蠻喜歡的 聞起來很舒服很清新 我每次打開啊 都會想要多聞幾下 在洗的時候啊 我也會想要多聞幾下 然後它裡面還有添加葡萄 又有精油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邊使用邊講 先來跟大家分享白雪洗面乳 目前的膚框是兩家有泛紅的問題 即有膚色不均的問題 其他的部分都還好 質地一擠出就聞到柑橘清香 這個香味我很喜歡 很清新很春夏的感覺 質地是白色乳狀 延展度好 以乳狀來說流動度算好的 我現在用任何洗面產品 都會搭配起泡網 搭配起泡網就能騎很多泡泡 泡泡也細緻豐富 你們看這款的泡泡有一定的附著力 先把泡泡放在臉上 再以畫圈的方式按摩 洗的時候溫和不刺激 邊洗的時候會邊聞到柑橘清香 完全是在享受洗臉 我會在粉刺比較多的地方做加強 像是鼻翼或是鼻翼兩側 還有下巴等等的 因為要錄影的關係 泡泡會在臉上待一段時間 即使是這樣也很溫和 有些清潔力強的會有澀澀的感覺 或是有過度清潔的感覺 這款沒有 一開始我以為這款洗後是偏乾澀的 沒想到不是 我完全錯了 這款潔淨力中等 溫和不刺激 洗後呈現清爽 不乾澀 也不緊繃 完全出乎我的預料 洗後我沒有馬上擦保養品 也不覺得緊繃 而且好沖洗也沒有殘留感 很舒服的洗後感 這支真的很可以 我盡情每天都在用 我準備大推給身邊的朋友 接下來換裸沐浴露 我的身體的肌膚也是屬於油性肌膚 胸口有泛紅的問題 所以在沐浴露上也會特別的挑選 質地擠出會聞到濃濃的迷迭香味 如果你是喜歡迷迭香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 我現在用任何沐浴品 都會搭配沐浴球一起使用 搭配沐浴球起的泡泡多 也豐盈 這款的泡泡不是那種很綿密的泡泡 是比較稀的那種 但是不影響洗澡 洗的時候很舒服 邊洗邊聞到迷迭香味 有種放鬆享受的感覺 泡泡也溫和 因為要拍影片的關係會洗比較久 即使洗比較久 也不會有過度清潔的色感 或是不適感 每次洗有香味的沐浴品 我都會特別洗比較久 這款很好沖洗 我一開始以為 這款的潔淨力是很高 洗完會乾澀的那種 或是洗完會滑滑 感覺沖不乾淨的那種 結果不是 洗後很清爽 而且潔淨力適中剛剛好 洗後不乾澀 我可以不用擦乳液的那種程度 而且也不緊繃 這款是洗後感很清爽很舒服的一款沐浴露 盡情我每天都愛使用 好 那我們來做個小總結 這兩支的洗淺洗中 跟洗後感我都非常的喜歡 特別是洗面乳 我非常喜歡它的香味 還有它的溫和感 我覺得這兩款很值得投資 加上白雪他們家 本身價位就比較親民 我覺得很適合情侶啊 或者是家庭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住的時候 一起share一起使用 清潔產品每天都會使用 使用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不僅僅是只有一個人使用 家人也可以一起使用 那如果你最近的洗面品啊 或是木屋品用完的話啊 認真的可以考慮白雪這兩支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可以還可以分享出去 讓各多人知道 那點訂閱的旁邊那個鈴鐺 按下去 這樣可以感受我發布影片的 第一手消息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